屏東春日鄉通往士文部落的後山道路 兩旁樹頭上 停滿了越境過東的台灣紫斑碟 每年11月紫斑碟就會南遷高坪地區 最為人所知 數量最多的就是高雄茂林 不過其實屏東春日也能看到大批紫斑碟 也是最南邊的棲息地 紫斑碟它就在其實11月底 然後12月 然後既有季風 然後南遷 之後就停在室文的最高點 靠近農場的原始林那邊 然後在那裡做棲息 劉仲坤描述 每年12月紫斑碟正好會飛經室文分校校園 在天空形成紫色的河流 這樣的特色景觀 學校也將它設計成課程 讓學生深入探索 老是帶著小朋友走進原始林 了解一下它的棲息地跟生態 跟蜜園植物 然後同時來做解說 我們也會直接在那個地方 好 那小朋友就拿著解說牌 然後甚至解說 室文部落因為擁有不少原始林及蜜園植物 提供紙斑碟良好的棲息環境 2月初春節連假正好是賞碟的最好時機 屏東的民眾不用走遠 在春日鄉四文部落就能看到 原始文巴朗 屏東春日 想不到